公元前2022年,西汉王朝建立,十年后,年仅11岁的张燕被立为汉惠帝的皇后,成为西汉宫廷中最尊贵的女性。 屈居袍是西汉女性最常穿着的服饰之一,由于其良好的包裹性,屈居也可直接贴身穿着,将右侧衣巾向左围绕身后,并在右侧腰部布定,再将左侧衣巾向右覆盖,用腰带固定即可。 屈居袍层层环绕,并在领口,袖口和衣缘处都有较宽的布料拼接,也是其一大特色。 西汉贵族还会在屈居袍外穿上俗纱单衣,由轻薄无比的层丝制成,薄如产衣,衣领和袖口边缘用织紧做装饰,穿法类似屈居袍, 左右衣巾分别包裹环绕,并用腰带装饰固定。 塑扎单衣重量仅49克,轻如丝雾,穿在须居袍外,更添朦朦之美。 西汉女性的妆容也别具特色,为追求美白效果,会在脸上铺白色铅粉作为底妆。 汉代化眉,以时代为主,将袋块淹磨成墨浆,用毛笔描在眉毛上。 汉代胭脂使用红兰花作为原料,颜色浓郁鲜艳,为唇妆之佳品。 西汉贵族女性常喜欢正面中分,将前侧垫上甲发,形成两侧鼓起的效果。 后侧头发则收拢盘起,并完整竖细,称为锥迹。 前侧则会插上精巧的垂珠流苏发式。 此时,一位西汉宫廷后妃的形象便完整展现在我们面前。 牡丹纹香云纱曲曲袍,薄如青烟的素杀单衣,长眉入病,流苏青叶,发极低垂。 张燕作为西汉皇后,其装扮也因是如此。 相传张皇后天生美貌,一生客气兼真,冰清玉洁,至死仍是处子之身。 天下臣民,无不怀念怜惜,纷纷为她立庙,尊为百花花神。 这位少女皇后的一生,也许就是花神下凡的一场历劫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